北京时间11月9日 2024韩国羽毛球大师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 国羽年轻选手们表现出色 取得四胜一负 外战全胜 特别是女单项目 官方年龄02年出生的浙江姑娘韩千玺 2比0爆冷击败日本天才少女宫崎有花 近期决赛让球迷万分激动 另外不少球迷给宫崎有花取了个外号 因为宫崎和宫崎谐音 所以好没道理的叫他施工妹 南丹半决赛 王正行2比1逆转韩国老将赵建业 决赛将和头号种子昆拉伍特争夺冠军 赵建业第一局进入状态很快 连续的假动作以及往前的封网 逐渐快速取得领先 王正行则有些慢热 落后的时候打得有些乱 失误太多 很快就以9比21输掉了第一局 不过随着王正行状态回升 和赵建业体能的下滑 在第二局9平之后 吹响了逆转的号角 最终取胜 决赛和坤拉伍特的对决 放平心态就行 两人在技术上会有一些差距 王正行想要取胜或许有些困难 不过有网友进行了球迷支持率调查 看来粉丝的力量十分强大 希望王正行带给我们惊喜 女单 韩千玺是半决赛最大的惊喜 二局淘汰排名第13位的头号种子 恭喜有花 虽然对手比自己小 但对于参赛机会不多的中国年轻选手来说 终于把握住了机会 或许这场胜利会成为 韩千玺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世界雨联也发文描述了这场比赛 这是韩千玺今年第二次在国外参加的巡回赛 就暴龙闯进Super 300级别赛事的决赛 今年韩千玺还在宝鸡大师赛连胜队友 拿到了第一个Super 100级别的冠军 比赛过程中 韩千玺利用自己的速度和力量 限制了攻起有花的发挥 到了第二局 日本小将体能跟不上 出现了大崩盘 南双半决赛 战胜了浩瀚组合的邱香杰 王麒麟两局不敌谢定峰 苏伟毅 韩国内战 禁远号搭档真龙三局逆转徐承载和齐冬柱的临时组合 女双半决赛 罗莉组合李怡静 罗许敏继续高歌猛进 轻松拿捏对手 决赛 中国组合将遇到本战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对手金慧珍 孔熙蓉 韩国组合是重组的强当 看两人配合够不够默契吧 祝愿罗莉能成功夺冠 混双 国语内战 成兴 张池和郭新娃 陈方慧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双方失误都挺多 状态起伏 各自拿下一局之后 决胜局打得一场胶着 战至关键分 成兴张池19比16领先 没能把握住优势 中前场发挥不如郭新娃陈方慧出色 被连续追分 最终遗憾落败 决赛 放心组合将对阵印尼组合费迪纳下 维德加加 双方在今年的澳门公开赛有过交手 当时中国组合两局获胜 大家对接下来的比赛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国语加油